好 大家好 我是睡影 现在继续我们的三国志 下温复仇版啊 现在张飞是来到这个 这一关 好多白人这一关 这一关是 应该是作者临时加上去的 确实是加上去的 因为没有白人的这一关嘛 圆满肯定没有这一白人 这一白人都是为了作者 为了增加这个气氛啊 哎 为了增加游戏效果 加上去 另外加上去一些 还会吐火 那个怪物 但是这些人物原型还是游戏里面的 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原始颜色啊 现在张飞依然是三连冲拳走起 非常的猛 好 又来 直接再三连冲拳冲起来 爆摔 直接走起 好 又 又掉了一把剑啊 这怪物 这张飞是要让我们强迫症患者 怎么样啊 走过去不捡 现在捡起来了 终于 青红剑 直接疯狂砍杀 夏侯杰出场 这小boss直接就出来了 夏侯杰也是白色的啊 这小boss都是白色的 又一个梅花大作 在三连冲拳冲起来 再次使用青红剑 还有夏侯温 夏侯温也在这里出现了 难道是夏侯温不是已经 哎 被这个在华容道给打挂掉了吗 再看 夏侯温还剩一点血 这个是假的夏侯温啊 白色的夏侯温 一下摔死他 现在背景已经变了 又出现这些小兵 拿着青红剑 疯狂砍杀 捡了两把剑 都被这些小兵给射掉了 继续三连冲拳 再冲 又捡到一把圣剑 直接砍杀 这把剑是特别猛的 伤害极高 这把剑 除了这个一刀死的那种剑啊 这把剑我感觉是伤害最高的一把了 这个圣剑 而且效果也很好 张飞保护的也是很好啊 尽量不被这个敌人打 把剑打掉 再砍 哎呀 还是被打掉了 但是没有消失啊 不万幸 这一次不行了 这一次直接就消失掉了 再疯狂追起 一个血沙 又是三连冲拳啊 特别猛的三连冲拳 弓箭手好多 这一关 美灵出场啊 这应该是暴死了 还是暴死了 三连冲拳打上去 但是不掉血啊 这美灵 雪条不动啊 再一个暴摔 直接三连冲拳 继续摔 感觉是铁拳呀 这张飞的拳 这种箭都不怕 还可以把人打碎掉 打击感好强 这游戏 又一个暴摔 直接接三连冲拳 冲起来 继续摔起 再扔 一脚踢开啊 把他们 又一个暴摔 再来血沙 这次美灵的雪条终于有显示了 打了这么久 又三连冲拳 冲起来 看张飞如何打这个美灵啊 还是三连冲拳的方法 感觉几个连招就能把它搞定啊 梅花大作 再做一把 好呀 还是被后面偷袭了 又一个旋转 再次旋转 空中 来个三连拳 美灵直接挂掉 打得非常漂亮 再次优先 组 再次优先 sic